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 受给他们自服贤魔的全病 可以驱逐贤魔 医治各种病症 各种疾苦 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 第一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 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旺 菲里伯和巴尔多禄茂 多莫和瑞尼玛窦 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 热成者西满和覆卖耶稣的 尤达斯伊斯加略 耶稣派遣这十二人 嘱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尼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斯勒的羊那里去 你们在路上 应宣讲说 天国临近呢